由台湾国际马拉松交流协会以及亚洲马拉松大联盟主办的台南国际马拉松今日与台南都会公园精彩夺目 吸引22个国家的选手以及5078名参赛者响应参与 韩国著名退役选手前奥运营牌得主李凤注意力临现场感受台南的魅力 台南市长黄韦哲陈早亲自名枪位比赛起跑 并期待台南国际马拉松能够继续推广城市运动风气 市议员郭红仪、郑嘉欣、吴宇环、陈黄瑜等一线胜利挺赛事 黄市长借此提醒世界 台南市的美食与名胜古迹已讲运横扫国际 2024年更成为CNN评选全球最值得造访城市 台湾国际马拉松交流协会理事长 亚洲马拉松大联盟主席的卢锐中 期待台南国际马拉松能如万金石马拉松、台北马拉松一般 成为或认证的国际标准赛事 所有参赛者都能在台南的美景中尽情挑战自我 并有机会获得400倍数总名次的特殊奖项 让台南更为生动活跃